一部人给大家去看 大家好我是荣睿的 第五人格影视出现了目测和囚徒有千丝万里的关系 大家知道囚徒卢卡曾经给当时行业内非常知名的发明家当助理 发明家支持的电力技术是直流电 而卢卡却发现了直流电不安全 在卢卡的努力研究和改进下发明了交流电技术 这和直流电产生了学术冲突也侵犯了发明家的利益 后来发明家利用自身的行业地位和身份优势打压卢卡 并污蔑他窃取了自己的发明专利 卢卡也为了证明交流电比直流电安全 分别用两种电流经过身体的方式来证实 发明家为了打败卢卡的理论也参与了测试 最后实验出现事故 发明家重伤卢卡被送进了监狱成为的囚徒 卢卡只是个助理 为什么能像发明家一样 有研发电力技术的知识和能力呢 有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是囚徒卢卡的背后有一位神秘的老师 这位老师就是影视 影视早已在行业内退役 并不参与行内的真名主力 所以当时电力行业内最有影响力的人是发明家 但是影视发现发明家的学术理论不对 因此把自己的学术知识交给了学生卢卡 也导致了卢卡和发明家的电力学术之争 卢卡成为囚徒后 作为老师的影视也遭受了牵连 他变成了监管者来到了庄园 目的是来找自己的学生 影视和囚徒在游戏中阵营虽然不同 但并不是对立面的人 就像厂长和园丁 其实本质是自己人 另一种可能是影视并不是囚徒的老师 而是囚徒的仇人他就是发明家 因为卢卡的学术理论 导致影视失去了发明家的身份和地位 只好在行业内退影 因此影视黑化后成为了监管者 他来庄园是来找囚徒算账的 大家认为这两种可能 哪种可能性更大呢 欢迎在更随留下您的看法哦 关注我了解第五人格更多的秘密